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中国柬埔寨密建海军基地 催生亚太北约 那华盛顿邮报引述西方官员的说法报导 中国正在柬埔寨秘密建造海军设施 专攻中国军方使用 但招两国否认 澳洲新总理对此表示关切 呼吁中国将意图透明化 中国一方面增加扩张海军军力 一方面高调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塑造亚太北约 那透露消息的西方官员们 基于世界敏感性都不愿据名 他们说咸罗湾的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 将有一处新设施新建来专攻中国海军使用 那这座基地多年来一直是美检关系的痛处 美方长期以来一直怀疑基地正在被中国使用 借此部署军事前哨网络来巩固国际影响力 那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2021年6月1日在金边 对柬埔寨首相鸿森表示 美国对中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设施严重关注 柬埔寨方面一直否认相关报道 称基地的发展计划根本不是秘密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派西潘告诉法新社 柬埔寨不会让中国军方专门利用这一处基地 或发展为他们的军事基地 但柬埔寨国防部长与中国大使将参加6月8日的动土典礼 新设施包括了一座修船厂和一处码头 那柬埔寨总理鸿森多次坚称基地建设 只是让基地更加现代化 在中国的帮助下建造一处新的船只维修设施 他上月发表演说时就说 柬埔寨的领土上不需要有外国军队的存在 那中国当局同样否认新建设施专攻中国海军使用 有关这一处基地的关切可以回溯到2019年 当时华尔街日报报导 中检之间有一份秘密草案 允许北京在这处基地停泊军舰 正在印尼访问的澳洲新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 这则报导令人关切 他希望加强与印尼外交关系 以对抗中国在此区域日益增长的野心 澳洲对于北京在太平洋地区逐渐增长的影响力 越来越感到犹新 澳洲新总理就告诉记者 我们鼓励北京对他们的意图保持透明 并确保他们的活动有助区域安全与稳定 那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2017年在非洲国家几步提建成启用 那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就说 中国继续在世界其他地区谋求建立军事设施 以支持其对外军力投放 那稍早前 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索罗门群岛 签订了迄今为止仍然对外隐蔽的安全协议 那据信这项协议最终将允许 中国在索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 中所双方都否认这个说法 中国在柬埔寨秘密建造海军设施这一类消息 将进一步加强美国等盟国有关建立太平洋北约的设想 近几年来美国与日本澳洲和印度多次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 引起了北京极大关注 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参加了Quartz领导人峰会 更加让北京感到担心 四方安全对话是针对自己的印太小北约 在拜登参加Quartz之前 中国外长王毅就谴责 美国热衷于拉帮截火搞小圈子 目的是企图围堵中国 那乌克兰战争凸显了北约的力量 他可以威慑阻吓普京 不要将战争进一步扩大到欧洲 北约公约第五条规定 对其任何一个成员的攻击 就是对整个联盟的攻击 成员将使用武力恢复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那随着北京对台湾在亚太的威胁越来越大 需要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制定类似的 集体安全协议的观点 就在华盛顿越来越盛行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本萨斯提议 美国应该建立一个太平洋北约 来反击习近平主席扩大影响力的举动 那萨斯才强调 美国应该废除对台战略模糊的政策 要提出一个明确的安全保障 萨斯就认为美国应该在全球舞台上 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并确保其在2030年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 萨斯上周是在加州 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的演讲时说 那欧洲的北约是一支历史上最伟大的条约组织 那他守住了对抗苏联的防线 现在他也守住了对抗血腥普京的防线 他说但随着习近平主席 寻求扩大他的影响力范围 我们需要一个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新军事联盟 换个焦点 印度官员侮辱先知 遭伊斯兰世界其身谴责 那印度执政人民党两名高层官员 先后发表言论 亵渎伊斯兰教和先知莫罕默德 引发了外交危机 群起谴责 抗疫的国家已经超过了10个 部分伊斯兰国家的人民更呼吁杯葛印度商品 那科威特一些商店内的印度产品已经下架 人民党已与两人切割 但仍未能平息众怒 阿联酋 阿曼 印尼 伊拉克 马尔代夫 约旦 利比亚 巴林等伊斯兰国家加入谴责 早前 科威特 伊朗和卡达尔已分别向印度大使表示抗议 沙特阿拉伯也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 那愤怒情绪在社交媒体上爆发 部分阿拉伯国家包括海湾国家出现了抵制印度商品的呼声 海湾地区是印度的重要贸易和能源伙伴 事情的源头是印度人民党BJP女发言人夏尔玛在上个月出席右翼新闻频道的电视评论时 对穆斯林崇拜和先知穆罕默德做出贬损评论 并嘲笑穆斯林辩论对手相关影片在网上疯传 而担任该党新德里分部媒体负责人的金德尔就此问题发布推文 内容同样具挑衅性 后来删除 批评者就指出两人的言论反映了印度过去几年出现的深刻的宗教分化 至2014年人民党上台以来 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和攻击事件急剧增加 特别是夏尔玛的言论 进入了国内的少数民族穆斯林社区 印度金融中心孟买和其他城市在周一举行了抗议活动 有人要求逮捕夏尔玛 夏尔玛事后在声明中宣称 他之所以会说出那番话 是因为有人污辱印度教的天神在先 并说自己的话遭到断章取义 那希尔玛和金德尔都已经公开道歉 前者遭停职 后者被开除 人民党发声明说 人民党强烈谴责对任何宗教的任何宗教人士的污辱 人民党也反对任何乌鲁或贬低任何教派或宗教的议实形态 那人民党不提倡这种人或理念 但人民党的切割似乎未能平息众怒 那沙特阿拉伯发出措辞强硬的声明说 外交部对印度人民党发言人的言论表示谴责和公开批评 形容相关言论是乌鲁 那并呼吁尊重信仰和宗教 卡塔尔名言希望印度政府公开道歉 并立即谴责这些言论 外交国务大臣萨阿德在声明中指出 这些污辱性的言论将导致煽动宗教仇恨 并冒犯全球范围内超过20亿的穆斯林 科威特就警告 如果针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不受到惩罚 那么印度的极端主义和仇恨主义将会进一步增加 阿曼甚至把莫迪政党的反伊斯兰教言论定义为一场战争 反伊斯兰的言论 这也在印度的主要对手和邻国巴基斯坦 以及阿富汗境内引起了愤怒 巴基斯坦外交部周一召见了一名印度外交官 表示强烈谴责 由57个成员国组成的伊斯兰会议组织OIC表示 这些言论是在印度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敌对加剧 以及针对穆斯林的系统性迫害的背景下发表的 印度外交部周一博策 称其毫无根据且狭义 乌克兰粮食有望恢复出口 莫斯科方面6月7日表示 被俄军攻占的亚述海上两个主要乌克兰港口 已经准备好恢复粮食出口 不过克里姆林宫也向基辅方面喊话 要求乌克兰清除布设在港口航道上的水雷 此前为阻止俄罗斯军舰进攻 乌军在其主要港口外都布设了水雷 在过去三个多月中 俄军已经夺取了乌克兰的大部分海岸线 并且控制了黑海的重要航道 导致具有欧洲粮仓支撑的乌克兰粮食出口贸易受阻 全球粮价被推高 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由此指责 俄罗斯将粮食作为武器 俄罗斯则将当前形势归咎于西方制裁 以及乌克兰为阻止俄军进攻 而在自家港口布设的水雷 那现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就说 别尔江斯克、马里乌波尔 这两个亚述海主要港口已经恢复运营 马里乌波尔港口的排雷工作已经完成 他正在正常运作 并且已经接收了他的第一批货船 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说 在排雷工作完成后将允许船只 经过他们的军队检查 确保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后 进入港口装载粮食 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前往国际水域 亚述海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东侧 战前由俄乌两国共享 目前俄军已经控制了整个亚述海水域 及全部海岸线 而在克里米亚半岛西侧 乌克兰的黑海重要港口奥德萨 虽然还没有被俄军攻占 但也遭到了围困 在上星期俄军宣布的新阶段目标中 以奥德萨为中心的半岛西侧海岸线赫然在列 如果俄罗斯实现了这一阶段目标 这就意味着乌克兰赏尸全部的出海口 沦为内陆国 俄罗斯方面并没有明确其攻占的港口 是否会允许仍然由乌克兰控制的部分 出产的粮食出口 那基辅此前已经指责 俄罗斯偷取了乌克兰的重要粮食攻击 俄罗斯和乌克兰几乎占了世界小麦供应的三分之一 俄罗斯也是一个重要的化肥出口国 那乌克兰则是玉米和葵花纸油主要出口国 鉴于全球粮价上涨 联合国正在和俄乌双方商讨 如何重启乌克兰港口粮食出口的方案 根据设想 土耳其海军有可能为商船护航 以确保其安全进出黑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在6月8日 到访土耳其讨论这些提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在上星期对非洲联盟表示 愿意保障被封锁地区向非洲国家出口粮食和化肥 此前俄罗斯消息报还披露了 克里姆林宫可能重新允许乌克兰粮食 从奥德萨出口的消息 那这家亲政府的报纸称 莫斯科已经和基辅和安卡拉达成了协议 允许商业船只从仍被俄军围困的奥德萨港运送粮食 那报道就援引俄罗斯政府内部消息称 莫斯科的计划是在乌克兰领海范围内 由土耳其海军负责清除水雷 为商船护航 而在乌克兰领海外则由俄海军负责护航 那一直到由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乌克兰方面未对这则报道已与证实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6日就表示 正在与英国土耳其商讨 由第三国海军保障在黑海的乌克兰粮食出口通行权 泽连斯基同时也强调 需要更多的反舰武器来确保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安全 乌克兰农业部6月7日就表示 与今年4月相比乌克兰粮食 油菜籽植物油等农产品出口增长80% 达到了174.3万吨 但仍然没有回升到俄罗斯入侵前的每月600万吨水平 乌克兰农业部副部长维索池基就说 如果俄罗斯继续封锁黑海海岸线 未来每月最多只能出口200万吨的农产品 沙特经济迎来10年来最快增长 官方数据就显示 沙特阿拉伯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种值GDP 增长了9.9% 为近10年来的最快增幅 并且超过了上个月的9.6%的预估 阿布扎比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莫尼卡·马利克就表示 这是自2011年来第三季度出现的最快增长 而石油产量的增加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相关统计部门就表示 这一增长是由于石油活动增加了20.3% 根据7日公布的数据 经过季节性因素的调整之后 沙特阿拉伯国内生产种值GDP 环比增长2.6% 而其石油活动环比增长2.9% 沙特阿拉伯国家统计局就表示 原油和天然气活动对该国的GDP贡献率最高 达到了32.4% 非石油活动增长了3.7% 或者较前一季度增长0.9% 与去年同期相比 政府活动增加了2.4% 但较第四季度则下降了0.9% 那该统计部门表示 在2002年的第一季度 所有经济活动的年增长率都为正值 数据也显示 在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馆和酒店领域内的活动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3% 而出口增长了22.1% 沙特2022年第一季度人均 GDP为26960亿 沙特里亚尔 那也就是折合约7187美元 较2021年的同期增长了33.8% 马利克就表示 基本数据仍然显示 非石油领域扩张 不乏稳健 那鉴于全球石油产能的 有限和油价的高企状态 沙特正处于非常强劲的位置上 沙特阿拉伯及其他的欧佩克家 联盟国家同意提前提高石油产量 以抵消因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而受到西方制裁 所导致的俄罗斯产量损失 俄罗斯将这场战争 称为一场特别的军事行动 那今年4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石油产量和价格上涨为由 将沙特阿拉伯2022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从2021年的3.2%上调至7.6%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